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夫人吉儿 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特别在推特上传了一段影片 祝贺大家的是农历新年快乐 当然引人注目的是 这个影片的背景似乎是别有用心 不只是有喜气满满的红色调 而且还有复古的青花词当作了百事 展现出浓浓的年尾 背景一片喜气 镶着金色花纹的红色靠枕 搭配背后两盆鲜花 以及浓浓中国风的青花词 美国总统拜登与第一夫人吉儿 大年初一推特发影片 祝贺农历新年快乐 拜登也提到牛年象征韧性与毅力 希望未来所有美国人都能团结 同时他也谴责疫情爆发之后 亚裔民众遭受严重种族歧视问题 亚裔富人在超市买东西 却突然遭人袭击抢劫 光天化日下强匪攻击 亚裔夫妻开的花店 而最引起震惊的还包括加州 一名91岁亚裔老翁 无故被推倒头部重击地面 港星吴彦祖都看不下去 他和韩裔美国演员金大贤 自掏腰包提供70万台币悬赏金 气不攻击亚裔老翁的嫌犯 警方成功抓到28岁的男嫌犯 调查发现他还推倒 另外至少两名老人 将会面临五项重罪指控 而加州警方也趁着农历新年 加强中国城周边巡逻 反对任何锁定亚裔的犯罪行为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这些新闻 我们要带您看到 现在啊 似乎在这个 前美国总统这个川普下台之后 恐怕现在还是鱼颇荡漾 到底怎么说呢 而且现在还有一段 彭斯逃难的画面 竟然是曝光了 我们带您一块来看 今年1月6号 大批示威者攻陷 美国国会大下时的 最新画面曝光 只见当时的副总统彭斯 在维安人员引导下 要前往安全处避难 后头一名特勤人员 左手提着俗称核足球的 核武发射器手提箱紧跟在后 还好这个副总统专属的核足球 没落入暴徒手中 否则后果肯定无法想象 至于前美国总统川普的 二次弹劾案 在参议院的审讯 持续进行 川普的辩护律师重申 1月6号 川普对支持者的演说 并非煽动暴力 川普的辩护律师 举证fight这个字眼 在许多政治演说上都能听见 无数政治人物都用过fight 来作为政治比喻 川普的律师批评 民主党追杀式弹劾的猎物行动 完全不符合事实 与美国国民的利益 对于参议院表决定罪弹劾案在即 川普倒是老神在在 继续在佛州打小白球 看起来心情没受影响 不过纽约时报却报导 其实川普去年确诊 新冠肺炎时病况 远比外界所知的还要严重 一般血氧浓度降到90 就已经是重症 但当时川普降到80多 还出现肺部净润的情况 几乎是鬼门关前走一遭 记者继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